租出去的房子 做饭时间 房顶突然漏水 到了晚上直接漏尿 这让收到消息的房东吕先生大吃一惊 吕先生表示 2011年的时候 就把房子租给了许女士夫妻 结果昨天中午11点 许女士在家洗菜的时候 突然房间里就开始漏水 水势还特别的大 许女士以为是家里的水管裂了 于是立马把洗菜的水龙头关了 结果发现 水势并没有缩小 因为找不到具体的漏水原因 所以许女士只能立马联系房东 听到消息的吕先生 喊来了物业 结果一番查找 才找到了漏水原因 居然是天花板上面有个洞 于是吕先生 立马跑去楼上询问情况 可楼上的婆婆却一直不开门 实在没办法 吕先生只能选择举报 上级人员来了 还是不开 情急之下 只能喊开锁的人 强行把门打开 这不开不要紧 一开着实把人吓了一跳 楼上的婆婆 居然是用专业的高压水枪 牵了一根长长的管子 向楼下冲水的 而这个洞 就是婆婆专门到一号桥 找的专业装修的人 用冲气装打的 厨房屋顶突然漏水漏尿 一查原因 居然是楼上婆婆刻意为之 下午五点的时候 这是许女士作伴的时间 结果楼上的婆婆居然从天花板上的洞里面 把尿倒了下来 导致整个厨房味道十分难闻 桌子上也是一片狼藉 这让房东吕先生无法忍重 楼上婆婆的种种行为让人十分费解 有人提问是不是平日里产生了什么矛盾呢 可吕先生却表示从来没有矛盾 自己也很想问问对方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对方连门都不开 也不和自己说话 一天两次这种行为 这让人怎么生活 被逼无奈 吕先生只能叫来工作人员和物业上门 在协调下打开婆婆家的门 把之前用充气砖打的洞给堵上了 原本早上因为倒水的事情 已经找过一次了 双方已经协调过 婆婆也同意不再往下倒水了 怎么到了晚上 反而又变本加厉了呢 平日里双方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那婆婆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什么 厨房屋顶被人钻洞 一天两次倒水倒尿 这些听上去让人匪夷所思 可成都的吕先生偏偏就遇到了这样的倒霉事 多次上楼敲门 那屋里婆婆就是不开 甚至连坏都不愿意说 这让楼下的吕先生十分憋屈 只能找来物业进行沟通 多次沟通后 物业的经理告诉大家 婆婆是一个人居住 最近的这些行为 是因为婆婆精神上有点问题 因为最近没有吃药 才会导致她精神疾病发作 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 找到原因后 社区人员来到婆婆家进行调解 再敲了几次 门还是不开 社区人员表示 下一步会打电话给婆婆的儿女 如果打通了 就双方坐下 好好协商一下 关于婆婆生病的问题 看看是否需要送医院就医 如果打不通的话 也会尽快联系对方的单位 通过单位出面 帮助协调 身边老人一人独居 确实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像楼上这位婆婆的情况 一个人居住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希望这件事情 婆婆的儿女能够妥善的处理 关于后面 婆婆是否还能一个人居住 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的身边有出现过 这样的独居老人吗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陈子 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发生在你身边的故事